所以我们今天请强哥来帮忙念一下好不好 口白来大家听一下 我觉得我也不太好念 还行啦 还行啦 没有啦 其实好像就是男生就说 干嘛干嘛嘛 女生就要他上镜 对 大家注意 因为女生说你也要上镜 所以因为他有两个女主角 那在这一段里面看起来女性是知道是在拍的 对吧 那女生就问他感想是什么 男生就说那个字 然后女生就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开始录了 然后男生说对啊 那女生说真的吗 好害羞 所以大概就是上面口白 帮大家念一遍 这是其中的一段 谢谢强哥 记得是罗志强不是罗志正 一字之差差很多 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因为之前罗志正发生了摩帖风波的时候 那时候之后我再选台北市议员 我去公园拜票就拿我的那个面子 给一个民众 然后他拿了面子就当场摔到地上大骂一句 罗志正的我不要 然后说真的啊 我罗志强要认错了 打不死的小强啊 所以不会有人认为以为是里面是你吧 应该没有吧 我跟罗志正完全不像 罗志正长得蛮风流的 他长的样子是真的比较风流的 罗志正要差一点 我比不上他 这实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这是里面的一段话 为什么要把这个话拿出来讲呢 因为当这个两个女主角七八段 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曲美凤的讲法 曲美凤是资深新闻人 以前呢我跟他是同事 他有一阵子坐我旁边 说我们俩还算是熟 那他算是新闻操作很嫌熟的 那你就看到他昨天就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因为他认为他们反复解释之后 不认为这是假的 因为他不但有画面 然后有声音 当然啦 以现在技术声音也是可以造假 这是没有错 但是不是身位 不是你说了算啊 你这么快告诉大家是身位 你这么快告诉大家 还是境外身位 那你的证据在哪里 总得有个证据吧 那亮哥聪明人 亮哥就提出几个疑点 先告诉大家 罗志正的报案时间几点 半夜11点35分 请问线上的同学 如果你怎样的话 你半夜11点35分去报案 谁会理你呢 地检署受理给他做笔录 地检署11点半 会帮你做笔录吗 所以他说你就知道 那个权力之大呀 特别做笔录啊 要不然都是 马上是隔天早上再来 叫你9点上班后再来 不是吗 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急嘛 然后是不是身位 亮哥也告诉大家 亮哥说我在学校就是教这个 所以亮哥跟大家说 身位什么意思呢 它有个圆片 圆片之后被换上你的头 所以叫身位 所以你要举出圆片 你看这个圆片跟这个一模一样 像加拿大那个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角度一模一样 动作什么姿势一模一样 只是换上你的头 那个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所以你说身位 那你要拿出圆片啊 没有圆片 还是说这个片本身就是圆片 不知道啊 所以有圆片才叫做身位 那你没有证据 还有呢 网路身位的圆片呢 有一些逻辑是跑不掉的 因为要合成两个人的脸难度很高 不是做不到 但是极高 通常只会合成一个人 都会有些小破绽 两个人搞到这么天衣无缝 还是两位女主角 你知道那个算力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要 然后 当然两个没有讲 就是你什么咖 对不对 要花这么大的力去去搞你 去弄你 有可能吗 还有一个 他赖清德举那个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的这个例子 那他的那个例子呢 身位的影片 是连接到非当事人的政策的问题 比方说你战争死刑 故意把你连接到 这个不战争死刑 通常是这样 怎么会弄在你的什么床室啊 私事上面 他觉得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也不合理 更何况你要讲中共戒选的话 那就是弄赖清德就好了嘛 不是最近在谣传 说赖清德什么有私生子嘛 你就弄个赖清德有私生子的身位影片就好 为什么要去弄罗治正呢 他有重要到这种程度吗 大家笑完之后 我觉得当然还是有些严肃的层面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一题 当然这个不是叫大家在广传那个影片 我觉得不是抱着这个看笑话的心情 我觉得他有几个严肃的议题 到底是不是身位 如果是身位太可恶了 一定要把那个做身位的人揪出来嘛 不管是什么国内啊 什么境外啊等等 你有本事说身位 你政治人物你要拿证据 你要把它揪出来 因为这次假设你是受害者 还有那两位女性你是受害者 那下次还有别的受害者 你泱泱大党啊 民进党啊 对不对 身位政府 像诈骗啊 这种身位 你不揪出来啊 是吗 那现在是所谓的境外势力在戒选 还是你赖清德在撒谎戒选呢 第二个罗志正的诚信问题 这么快你说是身位 这么快你还说是境外身位 你有没有撒谎 如果你自己有撒谎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 不适合这场选举 你应该要退出 还有第三个呢 我觉得那影片中的那两位女性 那两位女性 因为影片视角很清楚 尤其是女性的脸很清楚 她是可辨识的 有一位呢 另外一位 大家不知道是谁 有一位听说绿云很熟悉 一看就知道她是谁 那事发到现在为止 那位女性保持沉默 没有讲话 但可想而知 她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强哥怎么看 首先 我觉得再补充一下 亮哥讲的点 你要知道 要合成两个人的脸 难度是很高的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人都是可辨识的人 请问你 你怎么去 因为罗智正是公众人物 对不对 我拿你的脸去做声位 相对容易一点 问题那个女生 那女生不是公众人物 请问你要把那女生 因为那女生 基本上已经是可辨识 没有把名字说出来 那你同时做这两个可辨识 而且这两个人 基本上过去 就一起上过新闻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上过新闻 所以换言之 是不是声位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专家 我也不知道 我没鉴定能力 但是我们有所谓 逻辑能力 我们从逻辑去看说 今天为什么是声位 那怎么样是声位 那为什么去找他是声位 就很多的一些谜团未解 那其中有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民进党 自己穿帮嘛 第一时间你就说是声位 而且重点还说是戒选 你说是声位就算了 当天晚上就讲 对然后就说是中共戒选 我觉得各位讲 中共戒选真是太好用了 万能理由产生气 你今天贪污也是中共戒选 对不对 这个信召带 也可以说中共戒选 然后你说这个罗智政的事 也可以说中共戒选 你说郑文财也是中共戒选 我跟各位讲 我讲一个你都不可思议的 中共戒选 这中共戒选太厉害了 严重到我非讲不可 你知道新北市发生割警惨案 也是中共戒选 你知道最近大家讨论死刑存废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在批判说 今天民进党的这个所谓废死政策 这个也是中共戒选 跟你讲这还不是我讲的 大家知道谁讲的吗 赖新德讲的 是的 对赖新德人家问他说 新北市割警案 跟废死连结在一起 他说这当然是中共戒选 哇我真的是 他现在已经膝盖反应了 对对 我觉得大家真的说真的 你如果今天 你不要讲是想要龙跨富贵 你想要人生桃花朵朵开 你不加入民进党就完蛋了 你加入民进党 什么事都得到圆满的解答 你就是一句中共戒选 然后遇到任何事情 就说是身为影片 我讲这个风气跟大家讲 是从郑文财开始的 对郑文财示范了一套SOP 对 所以发生之后 有些朋友也就跟我讲 说不用担心 这完全是郑文财的SOP的复制贴上 对 那我跟各位讲 像我这个事情 我其实最为赵天宁报屈 赵天宁真的是有点冤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 他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今天 那个郑文财示范过 身为影片的SOP之后的话 他就没事了嘛 为什么 他只是图片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请问P图容易 还是身为影片容易 但P图更容易啊 等一下我真的要为赵天宁 抱不平 赵天宁的那个是照片 而且有穿衣服哦 这个是影片 而且没有穿衣服哦 但是落得完全不同的下场 你在看赵天宁 对啊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这事发生后 赵天宁可能就说 这是P图 而且是中共界选 我跟你讲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那一位是清中 这个清台 没错 关键其实 民进党 任何的人 碰到这种事情 桃花是 因为他是桃花党嘛 其实桃花党的 所谓药子 第一药物啊 就可能要检验桃花能力嘛 你不能帮桃花代孕嘛 你不能帮党 带来桃花的红运的话 桃花代孕 这个人是不适合加入民进党的 所以民进党里面 只要有桃花运的人 基本上官运也都横通嘛 王毕胜不就是 对不对 王八千也是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你看罗智政之前摩铁风波已经闹过 所以赵天霖是结局最差的 对只有赵天霖 对就是因为他亲中 对 赵天霖其实犯的不是桃花这一条 他应该带桃花绿运的 他带成桃花红运的 对对对对 他的桃花红运 就是跟红有关 他就要下来 所以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说 你桃花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红 所以桃花可以绿 但桃花不可以红 这是民进党的逻辑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我才认识了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中文字幕订阅 架荣 开花 录像